最新,奥元希望殷商退出世锦赛 戴自营躺进2022世锦赛四强 北京时间8月18日 日本羽毛球名将奥元希望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发布消息 他殷商最终遗憾退出2022羽毛球世锦赛 消息一出,日本国内球迷纷纷留言表示伤心失望 奥元希望是2017羽毛球世锦赛冠军 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选手 身高仅有一米五五 在体育运动特别强调身体的领域里 他一身身赢得了人们对尊重 他在比赛中意志力非常顽强 以积极的跑动和优秀的技术和对手周旋 打出了非常漂亮的职业生涯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的伤病逐渐增多 去年东京奥运会后就曾因伤休养了几个月 今年上半年复出后状态一直不理想 如今旧伤又填心狠 最终无奈选择退赛 对于退赛,奥元希望表达了失望之情 奥元希望的退赛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首先,他的退赛令到日本队最终 没有获得满额的参赛资格 其次,对于女单的走势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他原本和戴姿颖分在同一个半区 按照实力来分析 他们很可能在八金四的时候相遇 如今奥元希望的退赛 令到自己没有了保底八强的成绩 同时又让戴姿颖可以基本躺平进入四强 因为他们那个四分一半区主要就是这两位实力较强 其他选手还是很难威胁到他们 如今已退赛 对戴姿颖来说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不过,对于国瑜女单组来说 基本没有影响 因为在决赛前都不会碰到奥元希望 奥元希望最终遗憾退赛 希望他能早日走出伤病的影响 再续羽毛球运动生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我们下注的 决定收藏不迷路